证券时报一公私讯 江苏省镇逐步开放因疫情防控需要而暂时关闭的部分高速公路出入口 以及封闭的部分国省干道 截至9月5日9时 江苏全省单项或双项关闭的高速公路收费站出入口数量 已从8月14日高峰时的96个减至82个 封闭的普通国省道数量也由8月21日高峰时的35条减至19条